这边来了还得强调 十厘米海螺小海螺 邱建良 要怕到这边没摆面是吧 你给你家户口本写 什么字号写 整个防伪 什么别人不知道你 我态度不对 喂英哥 怎么了 尊敬的舰长大人 十厘米小海螺邱建良 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啊 我想问一下那个 关于汇率差的问题 你说 那个 为什么呢 就是美元对这个人民币 它不是有不定的比例吗 为什么还要去赚什么汇率差 汇率差它能差多少 汇率差是汇率差 美元是美元 那不是一回事 汇率差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个美元等于多少人民币 这叫汇率差 汇率差所产生的差别叫什么 叫购买力差 就是一个美元等于多少 等于多少人民币 一美元的购买力等于多少人民币 或者一人民币等于多少美元 这个中间比的就比的叫购买力差 明白吗 正常来讲应该叫比的是购买力差 而不是汇率差 你比越南顿的得比多少 你挣一块钱 你一天公司比越南顿比多少 你得看那些越南顿在当地能买啥 这个就叫购买力 懂吧 辛苦了 我就是 比如说在国内 我在自动取款机 我投一个硬币 我能拿一瓶水 在美国是不是就得投六个硬币 才能拿一瓶水 那他妈是按个算的吗 你是有病吗 那你投一分 那投一百来个 那是按个算的吗 是一美刀等于多少人民币 一美刀 美金都买啥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一块人民币都买啥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在国内的话 比如说 天天的故事 有一会就故事会了 你在国内 你投一枚币 它就出水了 它就有货了 你在国外 你是不是得投六 一次性投六个 它才有货 要不然它吞币 吞一块 投一块 再投两毛五 投三回 去 吞币 我用什么 你说吞币 我不知道